520总统就职典礼将登场台中市长卢秀燕是少数县市首长 成功向议会请假出席 市长表示感谢议员陈全 不过当天因为是市政总质询 他透露自己只能请假几个小时 下午就会赶回台中备询 因此行程相当匆忙 希望那天交通顺利 台中市议会定期会一睹会 台中市长卢秀燕出席 由议员提出市长参加520总统就职典礼 应该在议事堂上来致谢 但却遭到了议长否决 这是我第一次在议会开议期间 那尤其总质询期间 来向议会请假 那我也特别感谢议长 副议长还有全体议员大家的帮忙 那因为这个市长在总质询期间的 请假究竟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就会赶回台中备询 议会总质询期间 它是全天候进行 那所以我就非常的行程 非常的匆忙 希望那天交通都很顺利 那所以那天就是前往参加以后呢 下午就会赶回来备询 所以只是请几个小时而已 谢谢 台中市长卢秀健上证五年多 首次在议会总质询期间的请假 也是少数出席 这一次总统就职典礼的先师首长 他说要用一致的态度 来庆贺国家大事 这里要化台中采访到 这次在议会总质询期间